景气趋缓,张忠谋强调台积年成长两成不变 金远代工龙头台积电昨天举行股东会 董事长张忠谋神采一一说 去年营收及获利表现十分优异 赛唱高峰的一年 台积电去年合并营收4195亿 年成长41% 税后净利1616亿 年增81% 每股存益6.23元 也是增加八成 公司缴出漂亮成绩单 小股东都很满意 但由于前一天鸿海股东会 郭董应股东要求加码配发鼓励 昨天台积电小股东也想如法后置 只是现金鼓励 不会像鸿海的走势 我们也不要把我们 跟别的公司比别的公司是 他的鼓励是降下来 我们从从来没有降过 张忠谋也暗讽 鸿海家鼓励的戏码是事先敲定的 你难道以为这个是真实在会场当中 临时决定的吗 至于市场关注的未来景气 张交付看法趋向保守 今年下半年幸福这么好 全世界的经济幸福这么好 但是还不是在一个灾祸的局面 他说全球半导体产值将成长5% 金元代工产值增加12% 但台积电营收年增两成的目标不变 不过张忠谋感慨地说 台币升值对台积电冲击很大 台币会降每升值1% 台积电的获利率就下降0.4个百分点 另外台积电与全球大厂的近核关系 张忠谋巧妙以雷达来比喻 他说早就把苹果列在雷达荧幕上 随时追踪要抢下这大客户 对手三星一年前还不在荧幕上 但现在一座大还威胁到了台积电 东新闻台北报导